中国人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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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Hiroki Mao 很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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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将大家公开新冒犬的情报 新冒犬的新冒犬 第二次的主题是 世语 是節分です 沒錯 接下來就是二月啦 二月有一個很大的傳統祭典 就是節分季 在二月三號 所以我們的團是 2月1日出發 一次旅行團呢 會帶你們去看當地有名的節分祭典 節分的日子 在節分的日子裡豆撒去 在節分的日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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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天呢 大家都會聚集到神社 就非常熱鬧 大家就會努力地去接那個豆子 所以這次旅行團呢 大家就要接好豆子啦 我也是小時候 在家裡經過了 我經過了 所以很親愛的文化 在香川県有名的神社 我會帶你們去那裡 非常有趣 大家也會體驗 大家也會體驗 一二番目 對 有些人在家裡 上去上去 大家向上 在家裡 說到神社裡 在家裡 在家裡 說到豆子裡 也會有可能 在家裡 也會有可能 但 也許可以 一般 在桌子上 可以撒豆子 都是神社相關的人 可能是烏魚 神官 還是神主 但這次呢 大家很有可能 會有機會 幫大家爭取 你們可以站上台子 親自 撒豆子 這個真的 會是很 很特別的體驗 就連在日本 也不是每個日本人 都會有這樣的經驗 真的很厲害 我都沒有做過 有可能 沒有 有可能 今天還會有 還有其他 的點子 今天 有的旅館 是 全室 露天風呂 很高級 這個呢 在日本 他們叫做 露月的房間 就是有 寒露天風呂的房間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 在日本 大家只要一聽到是 有風呂的房間 就會整個很寒 因為它真的就是一個 高級的 精緻的 是那種 情侶啊 夫妻啊 在可能生日 或者是紀念日 會去特別住的那種 真的是很享受 然後蠻奢侈的 一個 旅館體驗 那這一次 每個參加的人 都可以住到這樣子 美麗的 高級的房間 所以 我們可以在房間 吃到温泉的氣氛 然後 慢慢來 這個房間 通常他們的數量 都會比較少 所以單元 但是我們都已經幫大家 預訂好了 所以可以放心 那這真的是 日本的露月的房間 的氣氛 很高興 對 真的很高興 很高興 很高興 這次的旅館 不是在房間 温泉 而且 大浴場 是 大浴場 是 非常有趣的 是 香川県市內 一望 夜景 多了 夜景 多了 夜景 幾乎 旅館 在夜景 也在夜景 也在夜景 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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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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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別人 一起泡湯 你會害羞的 在房間 跑 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還有另一個 是 我大浴場是 男人 別人 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 可以 另外一個超爽的點 就是 泡完湯 直接就可以 在房間 耍廢 你不用再 穿上衣服 然後 經過一條很長的走廊 還有別人 然後再 回到你的房間 而且通常 走廊都比較冷 當然 旅館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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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 這次除了 要帶你們去看 結婚記 就是深入日本 當地文化之外 當然一定會有 不可以錯過的觀光行程 那裡 有一些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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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名的観光地 那裡 有些人 以前 一家 有些人 有些人 但是 是 世間 寶貝 年輕人 住前 有些人 有些人 駕像 駕像 有些人 尾 多久在岐阪山中有的战魂 百年以上的人都會參加 中等的地方有招呼 在岐阪市的歴史上 也會訪問過 可以實際上體驗 如果這次找到這個地方 我是看NHK的介紹 NHK有 pagan的 快要失傳的傳統工藝品文化 但我忘記那是第幾代 現在是年輕人 現在是繼承家業 他們家是從種植開始 先種草,自己用手軟 因為現在很多機器人 手軟之後再去製造 就真的非常難得 我那時候看NHK的紀錄片 就非常感動 覺得一定要帶大家去這個地方 說到在戶內,很多人就一定要去指導啦 那指導在我們第一站裡面 也有安排的行程 但是因為我們的第一站只有八人行程 非常非常的少 很多人就有私訊我們說 如果你們之後安排旅行團的話 請一定要把指導員放到行程裡面 所以沒有問題,我們都放進去了 那指導上面就會帶大家去看 安藤宗雄這個世界級建築家 他所建築的 一中美術館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就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感動 然後還要去看草雞的名稱 他所做的那個有名的南瓜 的藝術品都在島上 其實我上一次去指導的時候 那個南瓜被颱風吹走 所以我是沒有看到的,然後他在 我去完指導回來的 好像是三天後吧 不知道被打撈回去還是怎樣 就是他又回去了,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水 雖然我非常的運氣不好 沒有見到南瓜 但是你們參加團的話呢,就可以見到南瓜本人 那這一次的旅行團裡面呢 我們也有安排跟大家一起做的行程 我們要跟你們一起去爬 他真的是在香川當地 非常有名的神社 而且他是我們去登記結婚的那天 我們去登記之後 然後馬上去 拜拜的神社 你看 成功 成功 爬 人生 立足 的 人生 很幽默的 然後我們還會跟大家一起做烏龍麵 因為手打小團就是烏龍麵 不只是手打還可以體驗非常傳統的做烏龍麵的方式 我覺得蠻有趣的 大家應該會蠻驚訝說 原來日本人是這樣做烏龍麵的 所以這次的表演也 兩人一起做了一生懸命 所以大家請來 沒錯,請讓我們的新冒險旅行團 帶你們跟著我們的團 一起走入日本的當地生文化 大家的申請請 等你們 那我們就要日本見 拜拜 拜拜 ONIWA SOTO FUKUWA UCHI